各位聽眾各位觀眾各位網友大家好 在香港有46年歷史的珍寶海鮮房 保育失敗後就決定離開香港 在上個星期14日拖著去維修 當時宣布維修的時候很多人在香港現場打卡 突然傳來一個噩耗 前天18日走到南海西沙群島附近的水域遇上風浪 船生開始入水傾側 然後拖船公司希望可以嘗試拯救 最後就不行了 然後在昨天全面反轉了入水 相信都會沉沒 這個是集團正式宣布的 香港仔飲食集團正式向外公佈 這個就不是傳言的 不是這個傳聞來的 是證實了消息 可行的是在船上沒有一個人受傷 我想他可能是沉得比較慢 所以就及時就走了 但是因為那個地方就成千米深 相信他沉了下去之後就非常難去打鬧 會不會就這個好像皇宮那樣的珍寶海鮮房 會永遠這樣沉在海底呢 我聽完這個新聞都有點錯愕 錯愕的原因就是 難道真是香港的命運的寫照 我大吉利是聽完之後 香港是不是好像珍寶海鮮房那樣 本來想拯救失敗 就是保育失敗 是不是要拖走去別處維修 然後最後在拖走的途中沉沒 那現在香港是不是在沉著呢 那我自己看 這個可能另一個解讀 就不只是香港的寫照 或者不是香港的寫照 可能是林鄭自己的寫照 因為整件事呢 我就覺得就是 林鄭在這個施政報告裡面 提出來的 2020年裡面提出來的 我稍後再詳細講 一個這樣的計劃 那時候很厲害的 就是很鬼死 野心很大的 結果最後 就是永沉海底這個下場 那中間發生什麼事呢 那其實呢 這個 跟香港疫情有關 這個施政報告聲音房 就頂不住了 因為沒有遊客來 就停了兩年 我好像幾億裡面都去過一次 那麼大把 幾十年來香港 就是這些是遊客去的地方 不是我們香港人去的地方 就是這樣 那其實就放在那裡 那當然你去到南區 一定是會看到它的 是很大過的 很矚目的 是不是呢 燈火輝煌 就是當它營業 就是當它營業的時候 它是一個著名地標 來的 那不單是外國遊客 很多遊客 很多人 就是香港作為旅遊業 很發達的時候 很多外國人會去 旅遊景點來的 大陸客人更加會去 那本來就是 林鄭在施政報告裡面 就說 要保育她 但是飲食集團 就說 找不到第三方營運 所以所謂活化 就不料料之 然後就在香港找不到拍位 拍位很貴的 保養也很貴的 於是就決定去運 而來香港 那而來香港是做什麼呢 那現在的說法就是 集團是沒有說到去哪裡的 就是說會去東南亞進行維修 而就密室到合適的這個船奧拍位 那就希望便宜一點點 但是應船奧的要求呢 避免維修的過程 和正常業務受到干擾 於是就沒有公開它最終的地點 具體是停在哪裡 那離港日期 亦都視乎天氣 終於就是在上個星期二 就啟航離港 這樣 這樣 那很多人就上去打卡 見最後一面 誰知道就沒有了 那 就看來就拿不上來的了 因為地點是在西沙群島附近的 水域超過一千米深 很深的一千米 那 就 打牢去工程很困難 看來就究竟做不做到呢 我相信 拿回上來都沒有什麼大意思 永沉海底的機會很大 那我說為什麼會是香港的寫照 或者是林鄭自己的寫照呢 這樣 因為這件事是林鄭自己提出來的 當時他在施政報告裡面提出了 有關於這個 珍寶海鮮房的去向 因為成兩年 是沒有營業 那跟著怎樣呢 那麼這個香港有四十幾年的 一個這麼重要的地標 那麼他在 他任期裡面的第四份施政報告 提出一個這樣的很大的計劃 叫做約動港島南 要活化這個珍寶海鮮房 這個歷史的地標 也都說 就是會打造 將南區打造 現在很喜歡打造 大陸用語打造 成為一個充滿活力 拍力勁力 適合工作 居住創意 和消閒玩樂的地區 活化珍寶海鮮房 這個歷史悠久的香港地標 業主已經同意 無償送給海洋公園 將海鮮房 政府會推動海洋公園 和非政府機構合作 以非謀利的方式 令到海鮮房 在香港仔避風塘 重生 成為南區一個 富特式的歷史文化 和旅遊景點 就是我不拿回這段 出來說 大家可能已經忘記了這件事 這些套話 假大空的東西 近年香港有很多 林鄭任來 一路自貌訪問 一路認屎認屁 又說自己任來的市政等等 有多少行 有多少行 已經兌現了 當時說什麼 約動港島南 我相信 珍寶海鮮房 是一個很重要的項目 你有沒有想清楚 為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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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甚麼可以 為何可以 為何可以落實呢 這樣 我想法是 制定海洋公園 重新計劃 主力深化和善用 海洋公園 和教育 保育方面的優勢 利用天然景觀近海有利的位置 在2021年的夏天 啟洪水桑樂園 現在看不到 提供多元化的娛樂 消閒油的設施 體驗 提升香港者 和王宗坑 一帶文化和消閒油設施 於是 真寶海鮮房 成為一個很重要的 活化項目 但是海洋公園自己自身難保 泥菩薩過崗 虧到媽媽都不認得 有同一個疫情有關 肯定 因為他是 全靠大陸客來 香港人已經去驗了 全靠大陸客 大陸客一不來 那就PK 已經向立法會申請 緊急賠款 54億 究竟還不還錢呢 真是不知道 當時也有很大的疑問 海洋公園自己不行 運政府借錢 你怎麼活化真寶海鮮房 就是物色人家活化 結果最後是不行的 林鄭在今年 出來宣布 年中的時候 沒有多久之前 五月底六月初的時候 就說 這個躍動港島南 推動海洋公義協助 在出席行政會議之前 就是31日的時候 就說 沒有辦法找到完美的方案 不會因為曾經表示 保留而勉強好用大陸客公帑 介入 當時就說 海鮮房慷慨答應 無常捐出 所以當局不打算 斥資營運 政府不擅長營運 這些場所 如果合作可夥 海洋公園和海鮮房業主 沒有辦法走到完美的方案 曾經表示保留海鮮房 而勉強介入 因為項目實際沒有辦法執行 要用大陸客公帑 於是就不要勉強 不要做了 於是就決定放棄 你想想 你當時有沒有用腦 我想知道 後來他那些 亨蝦義仗 負責保育的 我們不能用 永遠都用這個公帑 不應該插喉來釣命 這個保育也不包括船 只包括在陸上的固跡等等 用他來合理化 那我就要問一個問題 當時 林鄭定這個計劃 在施政報告寫到洋洋洒洒 不算是 若同港島南 那麼厲害 又說業主已經答應了 送出海鮮房 無償啊 免費送到海洋公園 當時 54億民政府獲得錢 現在都不知怎麼還 它自然是不可以注資進去海鮮房 究竟有沒有任何的眉目 大媽傻肯放在內 如果沒有任何的眉目 以前做事就不是這樣 以前做事要宣佈的時候 不是說我有個計劃 以前做事是怎樣 我是有個計劃然後我想到計劃的 執行的細節 哪個票哪個埋單全部講好了 然後就宣佈我有這個計劃 然後就找那個 埋單的大財團出來 就是我包起的 以前的做法是這樣 我講以前是港英時代的時候 這個是跟政府威信有關係 你提了這樣的計劃 假大空最後是落實不到的 然後落實不到的原因就有九萬幾個理由在後面 沒有理由由政府付錢的 我們又不擅長經營這些東西 不擅長你又 爆響口罩 寫了司令報告 是一件很嚴肅的事 那麼厲害什麼若動港島南 將 香港海鮮房 在這個避風堂 用非牟利的方式在香港避風堂 重生成為南區一個 富特色的歷史文化和旅遊景點 你說得那麼厲害 原來你後面完全沒有計劃 政府不是這樣做事 港英政府不是這樣做事 即使 九七 轉移交 初期也不是這樣做事 這樣的計劃 很醜的 胎死腹中 最後 任得她自生自滅 林鄭自己也走 林鄭自己也自生自滅 任得她走 於是 我就想不通了 她拖去哪裡 她為什麼要拖出外面去維修 香港維修不了嗎 你說貴 是吧 維修來做什麼呢 是不是已經是有人買了你 全部大家都不知道 所以有很多陰謀論 拖出公海整沉她算數 我不知道這些陰謀論 沒有證實 陰謀論最容易說的 你看網上很多陰謀論 沒有人知道是為什麼 說得言之作作 是否起公海整沉她 沒有眼看 但是我得誠完事 是反映到香港的命運 因為香港的施政的品質 是越來越差 這件事是很典型的反映出來 我剛才說過整個過程 原來是沒有底的 沒有計劃的 沒有落實的藍圖 沒有路線圖 沒有時間表 最後說不行就不行 找不到就找不到 最後 就落得一個 沉沒公海一千隻的海底下場 香港是不是這樣 其實香港也有點像是這樣的 做了很多東西出來 你看得到 都是很多假大空的東西 現在香港是逐漸沉淪 我不要說 只是政治 言論自由 我最關心的東西 新聞自由 經濟 大家看得到 是不是 你把所有的雞蛋放在藍 背靠祖國 海人公園就PK 海鮮房就PK 很多都PK 新界北區那些 藥妝店都全部PK 香港如果整個經濟是背靠祖國 唯有是靠祖國的話 祖國倒閉就直接倒閉 以前 香港的經濟都不會靠英國 英國經濟很不行 但是香港經濟仍然很不行 不是這樣做的 港英時代也不是這樣做的 也不只是說 政治的問題 經濟的問題 航運中心的問題 國際金融中心的 這個問題 航運輸楼 全部都輸了 新加坡搶你的人才 搶你的錢 搶你的航運輸楼的地位 搶你的金融中心的地位 香港 的命運 的寫照 跟珍寶海鮮房是否很相似 高大空的東西 假大空的東西多得不得了 然後落實 不是落實變了落空 一一無了 最後的結果 拖出公海 然後沉淪 這個可能是林鄭沉淪的寫照 林鄭在施政報告裡面 2020年 當然是發夢都想不到 到2022年 她沒得做特首 紅心萬象 搞這個 南區的 約動港島南這個計劃 又有這個東大嶼 這個 明日大嶼的計劃 又北部都會區的計劃 全部都是她想著 有得連任而推動的計劃 現在當然馬後炮就是 我一向都是前人中樹後人成糧 為自己去解說 找個落台街 你看 最後接受訪問的時候那些遺言 越說越低間越說越離譜 很多政治人物 其實是 搞政治 完了就完了 你不可以做終身制 你不是王朝 但她很重視一件事 就是後人對她的評價 大家一想 後人對 董的評價是怎樣 對阿曾的評價是怎樣 對六八九的評價是怎樣 對七七七的評價是怎樣 大家自己想 對七七的評價我自己覺得 可能 給她所有的前任 都要拆 我覺得她的命運 她現在就牙斬斬 好像很風騷 我覺得她的命運 會跟這個珍寶海鮮 是好似的 是好似的 你以為她的阿爺 是省陽的燈嗎 是吧 你的仗真的不用算嗎 你做了那麼多事 她的阿爺和她的孫章 和香港人和她的孫章是兩回事 香港人感怒不敢言 她的阿爺和她的孫章就落到實處 她的孫章 不用跟她說話 你做了這些事 你以為 以前真的撐你 非不得以硬著頭皮 是不是 用盡任何方法 頂住 你現在在這裏 賴這個賴那個 你最後的命運 不是跟珍寶海鮮房 這樣 我只覺得 這個 看得到 這是一個 兇兆 看得到這件事 由她說要保育 到現在沉落海底 你想想她做了什麼 才出現這種情況 我暫時見到這裏 支持我非常 支持我心底有關的頻道 多謝你們收看 再見